养育心智障碍的孩子需要超乎常人的爱 新竹县关西镇华光智能发展中心举办母亲节感恩活动 63位院生展现打太鼓的成果之外 有位妈妈按摩肩膀 跪坐凤茶 还有擦脸 妈妈们都感动得红了眼眶 敲打鼓棒 院生们认真打出节奏 关西镇华光智能发展中心庆祝母亲节 63位院生分组比赛太鼓展现练习成果给爸妈看 其实每年都有庆祝母亲节 今年我们就希望能够有比较不一样的元素进来 其实太鼓表演除了有打鼓以外 老师也会想办法让其他没有打鼓的身心障碍者 融入到这个表演里面 那就会让我们想到说 每一个人虽然他们的能力有好有坏 但是只要透过我们的帮忙 都可以呈现出他们最好的那一面 戴上裤炫墨镜 也有用斗笠手套 和围兜 纸箱 象征园艺 烹饪 滋收课程等所学 表达孝心 院生们为妈妈按摩肩膀 也跪坐奉上热茶 谢谢家人的付出 不少妈妈都红了眼眶 孩子有进步 他刚刚跪下 拿毛巾给我们擦 还有帮我们垂背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 有长大了 妈妈真伟大 妈妈对你做了什么觉得很伟大 因为生我 对 还有什么 照顾你 照顾我 院生们平均45岁 在华光一待就有二三十年 家长更是超过60岁 用毛巾为妈妈擦脸 子女的贴心给家人满满欣慰 我们孩子十几岁就到这里 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 那我们也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对这方面有更深感力不从心 这个的的确切让我们是 在心灵上有一点担心 很挂在心很担忧的一件事情 送小孩回来学校的时候 小孩就投不回的就牵着老师走了 我那时候是心里是 我眼泪是掉下来 但是我那是开心的眼泪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放心了 孩子们心智停留在十多岁 永保纯真 送上康乃馨 拥抱妈妈献唱感恩的心 洋溢温馨氛围 说声妈妈您辛苦的